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昨晚A机这场比赛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他们必须要零封对手才能进入S组 虽然A机3比1战胜了NP机 但因为第一小局没能拿下 他们还是留在了A组 这场比赛刚开局A机就背负了很大的压力 如果输了就将无缘S组 他们选择的阵容其实很奇怪 前三楼就拿出了露娜 一般露娜会最后拿 这局露娜的发挥空间很一般 其他人的状态也都比较离谱 A机直接被打了个13比1 宣告无缘S组 看完第一局可能很多观众都觉得A机没什么希望了 打成这个样子实在让大家对他们很难用什么期待 但后面的三局比赛A机就像是突然觉醒了一般 和第一局都不像是同一支队伍 出城的状态非常好 尼诺的手感也热了起来 而NP机的表现也和第一局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最终A机连赢三局 但刚好以一小局的烈士无缘S组 这场比赛的A机真的让人又爱又恨 他们第一局确实让人失望 但看了后面的几局比赛之后 觉得他们也没差到离谱的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比赛过后 出城的MVP次数排在了所有选手的第一位 已经达到了7次 出城本赛季的表现确实不错 可以说A机获胜的比赛出城贡献了很多 但出城7次MVP含金量并没有S组那么高 面对的对手也不像是S组队伍那么强 赛后采访的时候 英凯也问了 伊莫会不会被最近的一些言论影响 毕竟大家对他的质疑声比较多 伊莫倒是看得挺开的 他表示自己打了这么多年 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 被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后面就还是尽力打好自己的比赛 并不会特别在意外界的声音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A机留在了A组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